我暂时还不想去暗部做客 我这么大费周章的 跑去自首就是要把你们引来 你今天既然已经来了 那你就帮我带个话给会长 你认识会长 你告诉他 姓叶的故人向他问号 你是叶祥天 你是谁 你怎么会知道一个死人的名字 啊 简儿 你怎么能变成一个人者 你父亲一直反对你参加暗部 父亲背叛天皇 让中安家族蒙羞 他的话我早就忘了 你父亲就是被暗部利用 他的下场你也应该知道 你这不是重蹈覆辙吗 老头儿 不用你管 刀子 叫你的人带上家伙来医院 马上 哥哥 你抓到他了 你叫他哥哥 那你就是中安亲因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亲眼看见你死了 你不可能活着 哥哥 他在说什么 他是个疯子 别听他的 这人 这个镖姬 你不是中安亲因 你到底在说什么样 亲 不要跟他废话 好久不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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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长 找住前后门 快快快 快上 快 快点 眼睛给我放亮点啊 快 都快点 我说 小辉啊 这个乔汉生他到底死没死啊 死倒没死 这 这 这罢出事罢罢出事 南京马上就要派人把他接走了 我跟你讲啊 他要是死了 我这个警察厅厅长也就别做了 你那警察厅厅长估计真保不住了 那 乔汉生在手术室让人给劫走了 他也 他也不知道是曾家人干的 还是日本人干的 要是曾家人干的 您还只 还只是抢个工 要是日本人干的 这不瞎了吧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有用吗跟我说这个 行 为什么不给大家 不 不管呢 我记得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人情我会还的 但这个人 我不能给你 但如果我今天非要你还这个人情呢 哥 你带他走 这里我来应付 那你小心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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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速度和力量远不止这些吧 你的话也太多了吧 你是来截人的 还是来研究我的 对我来说 研究你远比截人有趣得多 可惜啊 截人是我的首要目的 不过人现在已经被我们带走了 你就算杀了我也没有用 乔汉生只有活着才对你没有利用价值 信不信 我可以让我的人随时把他了解 他不可能是钟顽琪音哪 我亲眼看见他死在你父亲的怀里 而且 我和你父亲一起将他火化的 你不要再说了 他就是艾破那个小女孩 她是那个被我标记 那个唯一一个成功的实验品 他竟然还活着 那证明我们当时是成功的 哎呀 等着十四年现在才知道 当时 我们的实验已经成功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成功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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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跑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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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先带走 小子 你惦记的那些好朋友 那些儿时的玩伴 都不就和你下 你不是报应哪 是 老头子 老头子 你现在不杀我 我照样会去找乔汉生 你可别后悔 你很想死吗 是 我就是想看看 十八层地狱 到底是什么样子 可惜你一直迟迟 不肯杀我 我不喜欢杀人 你不喜欢杀人 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能活到今天 你们暗部向来 不喜欢你这种 不专业的人 双手沾满了 同伴和敌人的鲜血 却在嘴上说 这是你不情愿的 何必呢 我们都是同一类人 能够在警察局 和特务处的手里 两次把人抢走 日本暗部 在天津的强大实力 让曾家阳震惊 日本暗部 对乔汉生重视 显示了此人的重要性 曾家阳决定追查到底 你别去啊 大姐头 不要跟着我 大姐头 太危险了 你别去啊 大姐头 我求求你了 我的事 不用你管 大姐头 乔叔说过 不让你插手了 大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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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头 大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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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叔 乔叔 走 乔叔 乔叔 面对你的敌人 不能痛下杀手 你身为暗部的人者 知道自己该受何等的惩罚 秦英无能 请会长责罚 会长 秦英出错 只因古川教导无方 往会长再给秦英一次机会 古川君 你教出这么多学生 要是每一个学生犯了罪 都要你来承担的话 恐怕你早就一命归西了 会长 这次任务 秦英完成得非常出色 在医院成功地抓到了乔汉生 指引属下安排不力 不止不周 才是乔汉生得而复失 请会长 饶过秦英 惩罚属下 你倒真是个宝贝啊 中丸家中的几个男人 时时地护着你 当年我让你父亲中丸建昌 用你来做事业 想不到他竟然阳奉阴违 找个替身来替你 要不是杰儿告诉我 我还被蒙在鼓里 罢了 料你第一次出潜伏任务 没有经验 我就不罚你了 秦英 我知道 你比别人能够忍受疼痛 打了也不长记性 干脆 我就直接罚你哥哥 出去 大师哥哥 出去 走 走吧 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是她自己来领发的 把秦英没有授完的部分 全都算在她的身上 是 我 你叫她哥哥 这怎么可能啊 你不可能活着 你不是钟腕秦英 钟腕家中的几个男人 十尺都护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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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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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沾满了 同伴和敌人的鲜血 却在嘴上说 这是自己不情愿的 何必 自己记着 那你就是钟腕秦英了 知道怎么可能吗 我亲眼看见你死了 你不可能活着 你不可能活着 小子 你惦记的那些好朋友 那些儿时的玩伴 等着和你相认哪 什么叫老朋友 儿时的玩伴在我身边 等我相认 乔汉生这疯子 真他娘的 不会说人话 乔汉生所说的话 久久萦绕在 廖盛辉的脑海里 这个可恶的乔老头 从始至终 都在跟自己打谜语 但乔汉生的那些 支言片语 又在实时刺激的 廖盛辉 这么想下去 想到天亮 也想不清啊 他决定放松一下 缓缓脑子 对不起啊 沈蕙君 沈蕙君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没事 本来我是想吓你 反倒你给我吓了一条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 做过梦了 对啊 我刚刚做过梦了 所以睡不着了 看这意思 这梦里应该没有我吧 那就好 这样 我也睡不着 要不然咱俩出去转转 干吗去啊 去做贼 比这个好玩 好玩啊 风景不错啊 这是什么地方 我不是带你来做贼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过来 过来 看 好漂亮啊 好看吧 好看 心里怀念着人 见了责上的引火 也一是从自己身上 出来梦游的魂 什 什么东西 这么漂亮的景色 还有孤魂哪 不是 是日本一位女诗人的诗 怪不得我听不懂呢 你看 这么美的景色 就不要再吟试作对了 我们可以 聊点别的呀 聊点什么呀 人生啊 理想啊 有狗哎 快走 快 快走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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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追上 本来想带你看点好景色的 让你回去做个美梦 这倒好 到末了全让狗给搅和了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呀 生活军的心意我收到了 什么心意啊 跟那两只狗追的心意啊 还傻笑呢 一看就是被狗追傻了 回家 对了 这个历劫你们日本没有打 走 跟你的安娜塔回家 怎么啦 鞋坏了 你 你那日本塌了吧 也不好使啊 没事 我背你吧 你 来 是 芦萍 你太轻了 多吃点吧 你累不累啊 我嘞 哥哥 这么晚了 你跟那个小子去哪里了 我 这几天你准备一下 我们有可能随时回国 怎么 舍不得了 没有 否定得那么快 你是怕我杀了廖省会吧 什么时候离开 我会通知你 哥哥 我今天听乔汉生说 我不是秦颖 难道你看不出 他是来精神错了的疯了 胡乱说话 不要管他 我 我最近总是做奇怪的梦 梦里面 我不叫秦颖 我叫 我叫艾伯 我总是想着艾伯的事情 而且 艾伯还有两个小伙伴 我 听哥哥说 你就是秦颖 你从小就刻苦训练 加入安部 你和哥哥 执行过多少次任务 到现在 你却怀疑自己不是秦颖 那接下来 你该怀疑我不是你的哥哥了 不是的 哥哥永远是哥哥 我对你疯了吗 你要问我 你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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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吗 你的心情 我们疯了吗 我们疯了吗 你疯了吗 你疯了吗 孩子玩耍 所以 难免你会幻想出 几个小伙伴陪着你 哥哥也是一样 哥哥那时候 总想着自己 不是忠万贱二 而是一个 杂货店老板的儿子 但是那些 真的是我胡思乱想出来的吗 当然 那个时候的琴音 脑子里总是有些 奇奇怪怪的想法 我可替你操了不少心啊 哥哥 真是不好意思 总是给你添麻烦 哥哥 为什么是杂货店老板呢 做军官的儿子 不是更威风吗 杂货店老板的儿子 总有零食吃吧 好了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你的任务 就是要盯好廖盛徽 等抓到了乔汉生 我们就可以立刻回国 好好地生活 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忘掉 这里的一切不愉快 你相信我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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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从哪儿冒出来的 穿上衣服 我带你见个人 什么 这不是穿着的吗 见谁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五分钟 还有五分钟啊 这一巴掌 估计就是你打的 姓曾的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我怕你 你要是让我知道 你带我见的人不够分量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说 到底见谁啊 搞什么呀 这么神神秘秘的 你 这不是乔岸生吗 他怎么在这儿 不是 不是让他们同伴给救走了吗 贵族把他给藏在这儿 日本人都快找到月丘上去了 也不知一声 够沉得住气的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你自己 我明白了 你叫我过来 是想跟我炫耀的 对吧 炫耀你先把它抓住了 你藏在这儿什么意思 他中间醒过一次 说要见你 让我把你带来 见我 你也不理我 乔岸生 乔岸生 你见我什么事 他问我呢 什么事啊 到底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我也想知道 问题我就是一个活道具 看你自己怎么理解了 我怎么理解 我的理解就是他在这儿躺着 他也不理我 这就是我的理解 廖少 这里边还有你的事呢 他怎么样了 闹得厉害 谁都不合 我说怎么这么乱呢 你们这儿啊 怎么还一个人啊 这不是你们医院那个女护士吗 他叫曼琪 三个月前来的医院 乔汉生的人 怪不得 能在医院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走 林雄死那天晚上 我去追乔汉生 有人在背后给了我一针 等我醒来以后 林雄就躺在我旁边了 我手里还拿个针头 应该就是他干的 这么说 林雄的死 真的是乔汉生动的手 那你以为呢 你真以为是我干的 你看我这样 像是能杀人的吗 你说 像吗 就是真杀人 我也得有那个胆啊 现在行了 一个绑着不能弄 一个没办法动不了 我和这个姓乔的 也就这两天的事了 乔汉生要动手术 我已经请了医生帮他 我希望你能配合 你可以选择不配合 反正耽误的 是他的事情 他怎么样了 先吃东西 我们在白鲁区遁守的人 回来报告 好像潘婷月并不知道 乔汉生在哪儿 阿开跟家阳早上在干什么 怎么没看见他们 老板 老板 您比我们清楚 少爷平时到哪儿去 我们根本就不敢问 是 兄弟 你只要跟着我混 保证在天津打出一片天脸 多好 我没有说了 廖少 就您这脾气 实在是太活泼了 我可能跟你合不来 借口 一定是借口 我告诉你 你要是跟我合不来 你就跟谁都合不来 不是 你看你那个姓曾的 一脸死相 多晦气啊 是不是 真不知道一天到晚 都瞎忙什么呢 忙着郑前辈 我们每次出任务 都有讲解 干得多 拿得多 不 嘉阳的 一向抢得出奖金最高 最危险的招务 那你们这个工资体系 挺有意思的 怎么回事 把我按住它 便让它碰到三口 快 按住它 可能病人对麻药部敏感 赶紧 再补充一剂麻醉剂 好 老师 老师 诸王剑长 诸王剑长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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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生 韩生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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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小对父亲十分依赖的若兰 对曾庆海十几年的欺骗感到愤怒 他不认可这种欺骗 他想抗争 但他更想要父亲的一个解释 利欲熏星的刽子手将灭顶灾难加诸于无辜的孤儿身上 只因为他们无父无母没有亲人 就该被舍弃嘛 如此说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儿 中华民族的孤儿 亚西亚的孤儿 因为我们的政府随时可以舍弃我们 把我们扔进火堆里烧死 不要对这种强盗心存幻想 我们的政府现在要做的是停止内战 移至对外 写得真好 是若兰注币的 若兰 你怎么了 有心事啊 没有 我能有什么心事 小军 小军 我问你啊 我只是打个比方 比方说 我有一个朋友或者亲戚 我突然间发现他是一个 好坏的人 怎么办 坏人啊 哪种啊 始乱终气 不玩女性 不是不是不是 都不是这种 比这些都要严重 杀人放火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亲戚和朋友 不是我 我怎么可能嘛 我说的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的亲戚嘛 就是本来他对我朋友特别好 后来突然间就发现 他好像在什么恐怖组织里面干了好坏的事 这么可怕 我劝你可不要管了 这种恐怖机构真的非常厉害 它能让你无声无息地消失 说不定 现在有人 正在监视着我们 对啊 这块都是他的地盘 我还觉得这特安全 不行不行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好不好 我们走吧 他是谁啊 如兰 你怎么了 这不是你爸爸的地盘吗 你别听风就是雨的吓唬自己啊 我刚才是逗你的 再说了 要是有人啊 敢闯进来 早就把这给抄了 你这两天啊 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过两天游行 你又是主力 我觉得你应该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若兰 怎么没去上学啊 今天没课 快走走 若兰啊 要不然 爸爸带你去喝咖啡吧 不去 更不想跟您喝咖啡 我现在一看到你 就想起你居然 骗了我这么多年 您特务处的事 我倒是听过不少 真是没想到 我居然是鼎鼎大名 天津特务处领导的女儿 你看 又是这样笑 你以为这样一笑 什么事就没有了吗 转胡头 你又继续骗我是吧 你能不能不要 把我当小孩呢 说了呢 我倒是希望你还是个小孩子 你记不记得 小的时候 你只要跟爸爸在一起 总是用小手 私私地抓着爸爸 那是一刻都不放啊 一转眼都成大姑娘了 都学会跟爸爸发脾气了 你宁肯相信外文的传闻 也不想听爸爸亲口跟你解释吗 好了 走 医生 怎么样 没问题了吧 手术很成功 那个子弹也取出来了 断了的肋骨也接着了 另外受损的脏器 也都做了处理 放心 曼琪还在里面照顾乔寰生 你去看看 刚才乔汉生喊的那个中丸建昌 不就是以前盛南的日方负责人吗 中丸建昌老师 根据我们最初的分析 这乔汉生 应该就是圣南 或者中丸建昌 的中方负责人叶向海 你不是也说他不可能是叶向海了吗 一个医学奇才 你查了中丸建昌了 好像有人要故意隐瞒这段历史 所有有关中丸建昌和圣南的历史资料 都查不到 几乎为零 你们在说中丸建昌是吗 你知道啊 对 我年轻的时候啊 在日本是学医的 当年中丸建昌这个名字 在日本的医学界是非常有名的 中丸建昌也是医生 不止是 他不仅精通医学 药理 他还是个生物学家 当年他所主持的研究所 在药品的改良和研发方面 有不少的成果 对了 他还对一个学生 宠得不得了 经常带在身边 好像是叫叶 叶什么类人 叶向海 叶向海 对 叶向天 向天 向天 不向海吗 怎么又向天了 你是不动错了 怎么会呢 中丸教授经常提起他的学生 还夸他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这事在医学界也是很有名的 不过可惜啊 中丸教授跟他的学生 后来就突然间销声匿迹了 传说是被日本的军部给征用了 却开发什么新型的 那个药品比较特殊 再后来 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弄来弄去 还是跟日本军部有关 若兰 想吃什么 爸爸给你做 我说您就别岔开话题了 我还在等着您给我解释呢 你看你 这怎么跟爸爸说话呢 你这是像在审犯人 那您是说还是不说呢 坐 你四岁那年 我们搬进了城北最乱的贫民库 那几年妈妈病重 我们花旷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还欠了一批故宅 把我武力偿还 为了躲宅 带着你们东躲西藏 那年冬天妈妈又发病了 躺在床上动不了 我背着您去找医生 想请个医生到家里来看人 可是无论我们父女俩 跪在地上怎么求他们 也没请动一个 回来的路上路过一个糖果店 爸爸 奶奶想买糖吃 不要吃糖 奶奶乖 爸爸明天一定给你买 不要吃糖啊 没过几天了 有人告诉我 只要我豁出命去 就能赠到钱 我真够了治病的钱 可是你的爸爸已经拖不住了 爸爸没用 爸爸没用啊 自己的妻子的照顾不好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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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圣南孤儿院 在一开始 它就不是救济孤儿的 它根本就是一个交易所 乔寒生设计了这么大一个局 到底要干什么 是吗 好 那就这样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 我先走了 慢走啊 你不会要杀人密口吧 我杀他 对啊 他知道那么多事 你当然会杀他 好 廖嫂 你误会了 我跟曾医生的私交很深呢 他帮过一大忙 我是来还他人情的 人情一定要还的 来 出门走快点啊 这个姓曾的可不是东西了 我跟你说 他醒了我通知你 早有了 个大点 你在哪里